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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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我什麼來的 沙子一瓣紅豆 又肯教大家煮紅豆沙 煮紅豆沙 通常出去吃就不是沙 在家裡更加不懂 我現在教大家煮紅豆沙 真正的沙 把紅豆買回來 我們洗一下 如果在家裡 你可以先浸半小時 我會快一點 浸半小時,一個小時 把水滾到鍋裡 然後把紅豆洗乾淨 倒進去 還要先給一塊陳皮 這樣一個紅豆 通常我們水滾 水滾是敢蓋的 開始滾就是敢蓋 關上慢個中火去煮 大約煮一個小時至過零小時 就變成紅豆臨爆開了 那時候我們就要拆沙 好了,我們看看 一個小時就要起沙 紅豆爆開了 我們幾十年前到會 一個八峽蓮子紅豆沙 買到很貴的 第一層要靚 第二真的要隔沙 為何隔沙 煮軟了 通常是這樣的 用個篩去架 倒進去 用來拆它 拆沙 然後把水沖沖 放進去沖 剩下殼就不開了 沙走出來就不開了 把沙沖沖沖 這些全部沖沖 全部沖沖 這些就是紅豆沙 這些是紅豆沙 紅豆沙 沙 沖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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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通常會放少許粉去推 不要那麼多,少許粉 一邊推,又滑又稠 把沙子撕光 好了,大功告成 正式紅豆沙 正式紅豆沙 哇,好正 陳皮紅豆沙 吃了就誇啦啦 正東西,舊式的做法 新式就沒有這些食物 正